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4月2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宇周 各位好 我是宝申 中共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星期二召开第一次会议 中国政府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说 国安委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那么什么是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 两者孰轻孰重 我们首先请专家进行分析 另外著名的国企华润集团的董事长 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有分析生主持华润山西矿野收购时 虚高评估的宋林落马 意味着山西邦成为习王反腐打贪的目标 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 我们将听听几位中国政坛的观察家的看法 不过首先呢 我们来关注美国五大报的头条新闻 在纽约时报方面 有照片证据显示乌克兰东部蒙面带枪的神秘部队 是俄罗斯军队及其情报单位 美国花费数百万美元试图建立更加安全的世界网络 华尔顿邮报的头版新闻是 奥巴马试图重新平衡在中国影响力扩张的亚洲 振兴美国在这个经济活跃区域的伙伴关系 俄罗斯外交部说 复活节发生的骚乱代表乌克兰政府没有能力维持秩序 近日美国报 美国副总统拜登前往基辅会见乌克兰领导人 韩国总统朴槿惠严厉批评发生意外的轮渡工作人员 称他们的谋杀行为不可原谅 华尔顿日报的头版新闻是 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绕了一圈 退回到从前的紧张局势 正当中国经济减缓之际 中国政府警告 中国的网络交易平台可能有违约风险 台湾三月份的出口成长率为5.9% 高过预期的4.6% 洛杉矶时报曾经蒙冤坐牢长达19年的 美国拳击手旋风卡特过世 享年76岁 美国精英大学入学率日益减少 有些低于10% 专家分析许多申请者来自海外 并且一次申请许多学校 好的 以上是美国今天无大报的头版新闻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重要新闻的详细内容 白宫派副总统拜登前往乌克兰 与乌克兰代理总统及总理举行会谈 尽管已经就缓和危机达成协议 但东乌克兰局势仍旧紧张 白宫发表声明说 拜登将于星期一离开华盛顿 准备与乌克兰领导人讨论国际社会 如何帮助乌克兰推行宪法改革 以及在5月25号举行的总统选举 奥巴马总统说这将是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 在会谈期间 双方还将重点讨论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 乌克兰东部在星期日复活节实行停火 但停火仅维持几个小时之后 新俄罗斯的乌克兰城镇斯拉夫杨斯克的一个检查站 爆发了枪战 三人丧生 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乌克兰说 袭击是俄罗斯特种部队发动的 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乌克兰政府 不愿意控制极端主义分子 他称这些人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 拉夫罗夫星期一说 乌克兰严重违反了上星期的日内瓦协议 该协议要求乌克兰东部 所有非法武装组织放下武器离开那个地区 协议还要求向乌克兰东部派一个欧洲监督团 但在乌克兰东部十多个城市 亲俄罗斯示威者继续占领政府建筑 迄今没有退却的迹象 另外我们来关注韩国失事船只的最新消息 韩国总统朴警惠说 岁月号轮渡船长和其他几名船员的行为 形同谋杀 这艘在有476人的轮渡上星期翻沉 朴警惠星期一表示 这几个人的行为是犯罪行为 是不可理解的 而且不可以接受 这艘轮渡的船长三副和其他一名船员 上星期六被逮捕 他们被控在轮渡下沉的时候 抛弃了乘客 致乘客的安全与不顾 检方星期一说 还有四名船员受到拘留 他们被指没有对乘客尽到保护职责 潜水员们从轮渡中打捞出60多具遗体 同时有关当局扩大了调查范围 目前还有200多人下落不明 大多数遇难者是高中生 在轮渡下沉市有174人获救 星期三韩国城市安山计划为多名遇难者举行一次追思仪式 轮渡上很多学生家住安山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埃及的局势 下个月埃及将举行总统选举只有两名候选人 没有其他人在星期天的最后期限前提交候选人的文档 前军队总司令赛西将面对左翼政治家哈姆丁萨巴西的挑战 总统选举委员会官员说 赛西获得将近20万个签名 支持他做候选人 远远超过需要的25000个签名 萨巴西获得大约3万个签名 候选人的最后名单将在5月2号公布 投票定于5月26号27号两天举行 赛西将军在7月推发了埃及第一位自由选举的总统莫尔西 莫尔西只当了一年的总统 人们广泛预计赛西会获胜 他得到国营和私营媒体的坚定支持 在2012年的大选中 莫尔西获胜 塞巴西获得第三名 另外在缅甸方面的消息 缅甸著名记者 缅甸民主运动创始人之一吴温丁去世 享年84岁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说 吴温丁于星期一逝世 吴温丁曾经担任报纸的编辑 他并且与昂山素季一起 共同创建了全国民主联盟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发言人表示 吴温丁是中流砥柱 他的去世是全国民主联盟和国家的巨大损失 吴温丁参与创建全国民主联盟 向缅甸军政权发起挑战 此后成为缅甸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 1989年吴温丁被送进监狱 昂山素季遭到软禁 吴温丁2008年获释之后 继续参与全国民主联盟的工作 呼吁军方交权 他说只要军方继续在政界占据主导地位 缅甸就不可能实现民主 波士顿星期一将举行一场马拉松赛 参赛选手超过上届 一年前波士顿马拉松终点附近发生两起爆炸 给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马拉松赛之一蒙上阴影 有大约36000人报名参加今年的赛事 超过2013年的27000人 男选手包括去年比赛前六名中的五名选手 仅有未免冠军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德斯萨 女选手包括2013年马拉松赛冠军肯尼亚选手杰普托 以及另一名肯尼亚选手谢罗普和美国选手弗拉纳干 基罗普和弗拉纳干在去年比赛中成绩优秀 有几千名选手去年没有能够跑完全程 今年受邀参赛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 好的那么中共的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上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15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中国官媒称中国国安委是内外兼修的机构 这次会议标志着这一举世瞩目的机构开始正式运转 那么国安委为什么举世瞩目呢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制度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大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往外防火墙 有一个非常银河的 你们可以看到 美国总统获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明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恪 中华民国政府半天之外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项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垂直计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好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共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上个星期二召开第一次会议 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了会议 并且阐述了这个委员会的定位 他说国安委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 中国国安委是内外兼修的机构 官媒新华社说 这次会议标志着这一举事瞩目的机构 开始正式运转 那么国安委为什么举事瞩目 人民安全包括哪些内容 政治安全立足何处 人民安全与政治安全孰倾孰众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 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 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好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您好 您好 好的 何先生在美国纽约 通过skype参加节目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 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好 您好 好的 张先生是通过电话 在中国北京参加节目 我们欢迎两位 与此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 120 0551 那么请大陆和台湾的 两岸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 都拨打400 120 0551 参加我们的节目 提出您的看法 或者提出您的问题 首先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何平先生 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机构 就是按照中国官媒的讲法 新华社说它是举世瞩目 与此同时我们的确也看到 像是台湾 香港的主要媒体 还有英国和美国的主要媒体 都对他进行了报道 那么的确是相当的引人注目 那么这个机构为什么如此 引发全球的这个瞩目呢 当然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这么一个 一个机构 但是尤其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的增长 它在对外的外交方面形成强势 在那方面的对异议分子 在自由派分子的实行这个 比较严厉的这个打压 人们就很担心这么一个机构了 实际上在这之后变成了一个党卫军 变成一个对外更强势的表现 就是它的这个外交强势的一个机构 而对内来又更进一步的 这个去镇压这个老百姓 从母亲情况来看 从已经所掌握的这个公开的资讯 我们进行这个评价来确实是这样的 首先它不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机构 它是一个党的安全的机构 所谓的以人民的这个名义之 实际上是保护了这个党的利益 保护党的这个安全 因为它首先并不是通过人大所 所这个通过一个法定的程序 所建立的一个国家的机构 而是完全有党控制之内 所以它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 叫党地安全委员会 从它组织的这个结构来看 其实是非常混乱的 并不是很清晰的 因为国际上的大部分的国家安全机构 是一个以外交为主导的 涉及到国家的对外安全方面的一个机构 但是从中共现在所 它的人员组成的情况来看来 它确实是把内政和外交来揉合在一起 把政法系统 把军队 把这个外交揉合在一起 然后最终呢 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立战书来执行 实际上这样成为了一个党的总书记的 一个直接的一个刀把子 我觉得对现有的这个体制呢 并不是完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整合 只是对这个现有的官僚体系的 造成一些混乱 它有一点像超越了现有车子的这个官僚机器 但它的法定的地位 运作的这个机制 又不是很清晰 我觉得呢就是说 没有达到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实际上它还是成为党的一个 一个权力斗争的 一个争复利益的 一个打破这个原来官僚体制的这么一个挂物 我觉得它未来的角色会比较荒谬 很不清晰 好 谢谢和平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张立凡先生就像刚才和平先生所阐述的那样呢 这个国安委的他的职权确实是涵盖很广 其中包括人民的安全 政治安全等等 如果要单看他们这个职权的话 他可以说可以超越各个部委 甚至连中共的政治局可以 完全都可以取代了 因为他们涉及到政治安全 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 科技安全 文化安全 各方面安全都包括了 不过我想请您来评价一下 您怎么看待所谓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 这两个概念 他现在在强调的是要有这个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战略 其实所谓中国特色 最大的特色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 所以我想可能首先的不安全 现在可能就是党不安全 所以现在要设立这么一个机构 那么这个机构的设立呢 从他的这个职权上来看 他是中共中央这个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意识协调机构 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然后呢统策协调 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 这个是这个官方的说法 那么按这个官方的说法来讲 这确实是一个超级机构 因为以往我们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 都是以为他是一个国家机构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错觉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的机构 但是呢他涵盖的这个权力却是国家安全 那其实还是一个以党治国的思路 就是党国不分 然后呢把这个国家安全和党的安全绑架在一起 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机构的成立 他跟这个其他 像日本美国或其他国家这种安全委员会 那些都是以外交防卫为中心 但是中国这个他还是把这个所谓叫内外兼修 其实还是有相当的内容是针对国内的维稳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还是一个中共一党执政的一个维稳机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定义 至于讲到这个什么这个几大安全了 这个其实按常规的这种安全委员会主要是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这方面可能是为主 那是这个作为常规 但是现在这个机构可能他重视的是政治安全 所谓政治安全那就是中共的执政地位的安全 那至于人民安全嘛 这个现在很难说 你比如群体事件他镇压不镇压 那镇压的话可能就会伤及老百姓 那但是同时呢也会有恐怖袭击出现 那么也会伤及老百姓 究竟这样一个机构 他的职能到底是对付人民的敌人呢 还是对付人民呢 现在我们也说不好 就是总之他是一个强力机构 他的职权非常之大 甚至有可能变为中国的第五大 这个国家的这种权力机构 那这个现在我们想起的 无非就是前清的军机处这样的机构 是有可能未来究竟怎么发展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 那么张先生我想还想还想问问您 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 就这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 实际上他是他的侧重点是国家安全 国土安全军事安全 那么与此同时呢 他所讲的这个人民安全呢 可不可以说其实他的这个安全 政治安全和人民安全是相互矛盾的一个东西 是有冲突的 其实讲的也就是说人民的安全的应该服从于政治安全 那么这个政治安全呢 其实也就是政党安全 是政党统治的这个安全 那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我想我也是这么理解 因为这个为人民服务已经变成一个一句这个套话 中南海的这个影背上也是为人民服务 但是人民是进不去中南海的 那到底用人民的名义能不能保卫人民的安全 现在我们也不好说 我只看到这个机构可能首先要保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首要的 至于人民安全 这个东西 我现在每天看到的 除了我们的饮食不安全 我们的交通不安全 还有我们的社会不安全 这些倒是都跟人民有关 但是这些问题怎么来保障 还有生态也不安全 这些到底怎么来保障 现在我们看不出我们的安全有了哪些保障 作为老百姓来讲 确实感觉那个没有感觉到生活在安全中 谢谢 好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 中国国安委的第一次会议 特别是要强调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等议题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 120 0551 400 120 055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河北张先生打来的电话 张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这个国安会 各国都有国安会 内政外交 这设定是必要的 但是我发现它涵盖得太广了 文化安全 什么等等安全 我想像中国的文化安全 这不是来自外边的威胁 我天天看电视 那个出自滥造 神剧 什么什么 神仙剧 妖魔鬼怪 都是自己 那个文化部 宣传部 它自己编造的东西 那个国安会 是能管吗 我想是 这有些问题 它应该把主要精力 用在对外 是吧 被证 就是本身来说 有些东西是自己 体制造成的 并不是 是来自于什么 敌对势力 对你这个 什么 汪你自信不死 等等 我想主要是 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自己的政治体制 存在很多弊端 谢谢您 好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接来请山东的孔先生 参加我们的讨论 孔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你好 我在建三江的时候 与建三江的警官 谈话时讲 你们是黑龙江省 政法委 建三江政法委 实际上是 周永康的势力 是周永康的势力 与习主席的势力 最靠 我的意思是 习近平根本管不了 各省的政法委 那都是周永康的势力 弄不好 各省的政法委 联合起来 就把习近平做掉了 虽然 几大军区的首长 都表态 支持习近平 但是习近平 我看能力有限 好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 和平先生 刚才几位听众朋友 一个是河北张先生 谈到了他这个职权 确实是太广 太泛 另外山东的孔先生呢 他谈到了中国的政治安全问题 我们知道 过去在中共的历史上 也出现过所谓一些反党集团 比如讲林彪集团 私人帮集团 但是中共高层 从来没有过一个专门的机构 来负责所谓的政治安全 现在的国安委 把政治安全作为 它的首要工作任务 是不是体现了中共高层 对于高层政治稳定 政治安全的一种担心 或者一种害怕呢 实际上政治安全的组织 它是一直存在的 公安部最庞大的 最强大的 最利用恐怖的机构 不是行政 而是它的政治保卫局 所谓的它第一局性的人员存在 可能到这个地方的听众集团 就演办回所谓的国保 国保大带 另外一个就是有国家安全部 然后它原来最开始 很长时间是宗调部 这个中联部 实际上在很多程度上 它都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我觉得国家安全委员 最开始的源头 是想学美国 或者是学习一些国家 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 越来越重要 那么中国应该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 这个旧国土安全 旧国家行为 旧外交防卫方面 来成立这么一个机构 这个是它的原始的 一个出发点 但是在成立过程中间 各种官僚机器 加进来 原来加上这个决策当局 脑子很不清楚 然后呢 国家安全想来想去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 揉在一起 实际上这些机构 早就存在中央中华委 就是负责国家安全的 原来中共中央 维稳领导导小组 也是做这个事情的 中共中央的社会 这个增负治理 这个委员会 也是搞这么一个机构的 所以它现在 再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原来的这个机构 是撤销 还是继续存在 都不清楚 所以我从它的 整个的决策的过程 跟从它的人员的 走向的过程来看 我简单的说 不开机的说 是一个非常混乱的 他们自己没有想 清造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机构 这会使 原来的官僚系统呢 是不知所图的 很混乱的 那你未来的国家安全部 是不是应该改造 现在原来的这个 这个公安部的这个 这个珍宝局 是不是要改造 然后你的这个 军队在里面 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 是一个参与的私诚 还是他直接接受 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 他跟原来的 中央军委 又是一个什么关系 那外交体系的原来 外交领导小组 是不是撤销 就直接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那外交部到底 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体系 所以我觉得 其实是一片混乱的 从这个中共的改革领导小组的 这个人员的组成 它机构的设置来看 就是不可以的讲 就是一个一坛降服 因为你看一个国家安全机构 从中央到地方 甚至到乡里面 它都成立这么一个机构 然后改革领导小组一样的 从中央到下面 也是这么一个机构 即使你改革领导小组 是涉及了国家的宏观的体制 变改 国家机构的体制 变改 你审观审理什么事情 关乡里什么事情 关县里什么事情 国家安全机构也是一样的 美国的国家安全文会 没有跑到一个镇里面 也有一个国家安全文会 但是中国就是有了 所以它跟原来的机构 混乱到这一点程度以后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就是乡里面的这个领导 它没办法分属一个领导 来担任这个领导职位 因为它已经担任 政华委书记了 已经担任政华委员会主任了 已经又担任什么什么 公安局长了 你再跟他加一个 什么国家安全文会主任 你觉得不是多余吗 不是混乱吗 所以我觉得 整个因为中国的体制是错的 因为整个的中国体制 是不受监督的 因为中国的整个体制 是从来没有经过 真正的这个声势收入的 就是考虑 只是领导老门子一拍 可能跑到美国去参观 江泽民一看 应该成立一个国家安全文会 中国又成立了 成立以后要搞到 所谓的中国特色 所以结果就变成 这么混乱 所以其实我觉得 对于体制来讲 它都不是一个 真正令人政奋的机构 并不是像大家所讲的 它全力的一把抓 其实它也是抓不起来的 好 谢谢何先生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VUA卫视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由习近平主持 我们在讨论 这个人民安全 与国家安全 政治安全 究竟是什么关系 谁听谁中 接下来我们再接听 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 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讲 我提供 他国家安全委员会 他提供 那个安排委员会 我觉得 他是有目的的 就是最近 日本安排警察 有空白的经过 中国又干涉了 日本那种说 什么日本他们经过 这个是错误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 是中国干涉别国内政 这也是一种 中国也是一种 双重标准 就是他开那个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话 我觉得还是 经营还有 很大办的那个决心 比如说 今年是一个家务联 我觉得也是 很特别的联合 基本最近的话 在南海中海 那个 那个 付出很多决心设施 就是也决定 就是中国好像 给史上那个 那个驾驶 因为它是 暗用 展开了那个政策 好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这个以史为敬 可以观之兴亡 就讲到 这个今年是甲午年 可能中国 又是对外呢 是危机四伏 那么接下来一位呢 是天津的张先生 天津的张先生 您好 请讲 我说呀 这个前些日子 这个说 这个中国的 好几个大军区 那个那个 军区的那个领导人 给那个习近平表示效忠啊 我看这里边存在一个 很大的一个疑问 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 他们是不是拿一种倾向 掩盖另一种倾向 因为这个 这个军队里的腐败 相当相当严重 他们是不是用自己 这种效忠 也来掩盖自己的 这个腐败 这个贪污行为 我想呢 如果习近平要是清醒的话呀 应该先对这些个 表示效忠的人 先进行政治检查 和经济检查 完事以后 你再提这个国家安全 再提什么 像党负责 什么政治负责 这样才是对国家 对人民 对政治 对你们本身是有利的 如果他要是 本身就是乎外分子 他还可以向你效忠 存在是给你贷赃 好了 谢谢 好的 谢谢天津张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 和平先生回应一下 你刚才一位是 湖北的张先生 一位天津张先生 两位张先生主要谈到 一个是讲外头的 这个 可以说是 外面这个楚歌问题 内部呢 就是军队 尤其是有这个危机存在 您同不同意 那当然是这样的 中国的这个外交 甲午 这个这么多年以后 一甲午以后 你发现原来 中国是跟日本打了一仗 所以失败了 所以是这个 现在 一百多年以后 会出了一个 什么的情况呢 发现中国所针对的 这个敌手 不仅是日本 还有一个美国 现在要 即算是你去调戏一下 菲律宾 后面也是美国 你要去调戏一下韩国 后面也是美国 所以中国在亚洲地区的这个对手 已经不仅仅是日本了 还有美国 还有美国的其他同盟军 所以他要所谓 进行一个甲午 再战 这个雪耻 是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你 原来是想小敲打一下 这个日本 有没有可能 擦墙走毁一下 威胁日本 那么美国的国防部长 到日本去访问一讲 讲得非常清楚了 你打日本 就是破坏亚洲的安全 你打日本 就是争得这个 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 那中国就 那就等于同时 要面对几个对手 所以他从外交来讲呢 随着他经济的 这个实力的增长 他想施展一下肌肉 但是因为他在国际上 这个 他的这个国际地位 不是真正的受尊重的 如果中国没有金钱 那么他的外交是一塌糊涂 现在经济上 成为他外交上的主要力量 他极大方面的 政治的敌人是越来越多 而不是越来越少 那对外方面的安全感 那就更加这个 危险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 这个军队呢 完全是一个党控制的 一个军队 而是不受任何的 这个公开的这个监督 他成为了党的利益的 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保护力量 同时又是一个 最肮脏 最黑暗的一个体系 没有任何的政治势力 没有任何的政治组织 现在比中国的军队更肮脏 更黑暗 因为他再不受监督 一个地方的省委书记 一个地方的厅局长 还是受到一定的监督的 一定的人们 至少还知道 有这么一个人 而中国的军队的军队司令员 中国的这个什么政委 你根本不说任何东西 无论是人事任命 还是其他的军事调动 还是他的资金的调配 完完全是一个黑响 所以我们足够有充分的理由 这个就推论 这个军队是极其危险 极其糟糕的 他对外不能打仗 对外不能保护这个百姓 但他在整个的体制变化中间 完全可能会变化成一个恶魔 所以习近平也好 原来的胡锦涛也好 还是这个江泽民也好 还是对象平也好 他们最担心的 就是一个军队出事 所以他们在军队方面的 这个不安全 所以曹敬耀军队的孝珍 其实军队的孝珍 你国家元首 一旦当上国家元首 军队对国家元首的孝珍 是毫无疑问的 哪里一个平时要经历 来小证一下 明天来小证一下 第一个是说明他混乱 第二个是说明他没有安静 好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 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张立凡先生 关于这个国安会的人员构成 我们知道习近平是主席 接下来我们看到 通过这次会议的消息 他的副主席 是第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第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张德江 其他的小组成员 我们就不太清楚 到底有哪些人构成 您认为这个委员会的其他成员 有哪些 还有这个新的国安委 和一些其他的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 比如讲中央军委 他们在权力方面有哪些重叠 有哪些不太一致的地方 他这个国安委呢 现在就是他的定位啊 他会和很多的机构 发生这种交叉的关系 那么到底这个原来呢 是因为已经是有这种 各个机构叠床架屋 然后互不同属的关系 所以想成立这个国安委呢 他也是强调的就是统筹协调 这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 和重要工作 那么这个 我想他应该是超越在 这些所有的机构之上 那么这个当然他讲到了 这个国土安全军事安全 这样的安全 我想可能就会跟军委之间 到底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还是一个他甚至超越的关系 现在就很难说 那么从现在来看 其实这有可能是最高领导人 个人的一个机构 就是这个国安会是一个 效忠于他的机构 因为到他上台 到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吧 我认为有很多权力 他还没有掌握 或者没有真正掌握 所以就是以往的 也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以往存在的这些机构 是属于存量 然后现在新成立的机构 是属于增量 其实他是想通过 这个增量的办法 来逐步地抽空 原来就是他掌握不了的 或者不能完全掌握的 那些机构的权力 然后把这些权力集中到他 效忠于他的机构的手中 所以我认为 这还是一个集权的手段 所以我们不要 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 叠床架屋 这中间可能有这个权力的转移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 一位观众朋友电话 是安会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我今天觉得习近平执政 还比较好 全委比较接种 第二呢 他比那个江泽民 比那个胡锦涛 比邓小平干得很好 一个是反腐力度加大 一个老虎双鱼一起打 四二 对内强军克军 加大军队的反腐治理力度 第三 重视了民生的力度 第四 对内打和除恶加大力度 我表示非常的欢迎 习近平执政的方法很好 好 谢谢安会的王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 那么这位王先生对习近平先生呢 是相当的这个赞赏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有一位分析人士啊 这美国之音分析人士何清廉 他说呢 这次的这个国安委登台呢 是意味着中国的这个和平崛起 这个阶段呢 已经走完了 谢幕了 接下来就是国家安全登场 就表示这个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 他的这个重点呢 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那么您怎么看 现在确确实实是 像刚才那位听众所讲的 现在习近平所进行的这个反腐 打老虎的行为 确实是得到很多老不信的这个支持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打老虎 我们每个人说 他不应该去打老虎 这没有这样的人 对吧 只会老虎本身 或者老虎的这个家属 但是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 通过这么一种论动的方式 通过这么一个黑箱作业的一个方式 不停对体制的建设没有帮助 反而是对体制的一种破坏 所以一方面我们觉得应该去抓老虎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觉得 不应该由中纪委这么一个超越 法律的这么一个机构 用防范肮脏和黑暗的手段 去做那些腐败分子 这样的一个结果是 最后我们建立了习近平的权威 建立了习近平的这个毕量 建立了王岐山的这个声望 但是很有可能这个国家就会走向法西斯 法西斯化 因为他没有在如此同时 开放中国的报警 让报纸进行监督的这个官僚体系 他没有让法律的系统 根据有独立性来进行这个公正的这个审判 这两条系统都没有达到 那你用你一个官僚的一个 一个比较肮脏的黑暗的一个手段 去打贪官 那不是恶官打贪官吗 当我们的贪官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们的恶官就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在这个体制里面 作为老百姓来讲 你是要一个贪官 还是要一个恶官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体制里面 最大的一个位置数 也是最大的危险所在 因为我们在习近平和王岐山的 这个他们的公开的任何的名字中间 我们看不到他的任何的话语系统 有任何现在政治文明的一个因素 其实他所有的一切 还是维护了党的利益 当这个党的利益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那我们的危险我们的安全 其实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并不能因为 他表面上打老虎 就给他全部的掌伤 我们同时还要警告说 中国的国家体制的根本的变改 政治体制的根本变改 才是长治久安 才是这个人民老百姓 得到公平安全待遇的一个 一个比喻之路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运动的方式 这样的运动的方式 即使打得越多 未来的危险越大 好的 时事大人寒 关于中共国安委第一次会的讨论 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 何平先生 还有历史学家 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 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 华润一把手落马 山西邦是否习总火烧对象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来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 大家谈节目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4月17号下午发布消息 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有分析称被免职的宋林 是今年被查处的第7个省部级官员 主持华润山西矿业收购时 虚高评估的宋林落马 意味着山西邦成为习王反腐火烧的目标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也请分析人士来一同探讨 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第二个话题讨论的嘉宾 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通过skype来参加讨论 另外一位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者 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 欢迎二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 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是 400 120 0551 400 120 0551 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 都可以拨通这个电话 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好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 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那么这个宋林的落马呢 可以说是标志着中共的反腐 又朝另外一个战线开始展开了进攻 现在的给人的感觉是 中共的反腐啊 就是他的战线确实拉得很广 从山西帮到四川帮到中游帮中石游等等 让人感觉到武松上了井阳港以后 发现井阳港上的老虎很多 每个老虎都要打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确实有这感觉 那么这个问题吧 此前我们在这个 史维大家谈里也讨论 就是说现在这么一个打法 是到底为什么 就是说越打越多 而且越打面越广 这个牵扯的这个集团也越多 那么这种打法是 对这个现在的打虎的这个团体来讲 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 我个人呢 也对此也有很大的疑问 就是这样一个打法 此前我曾经这个也跟和平先生讨论 我说我的感觉就是这个 越集中权力就阻力 体制内阻力就越大 这个这个最高领导可能就越没有安全感 越没有安全感就越要这个集中权力 现在我想换一个说法 就是现在好像是一种 我把它说成是一种逆水效应 就是一旦落到水里感觉很危险 这个时候就抓这个抓住一切可能抓的东西 而且呢越抓越紧 但是呢好像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还会往下继续往下沉 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打法 当然有可能是有进展了 但是也可能是危险更加大了 现在来看这个如果这个再涉及到华润这个系统 或者涉及到我们通常所说的山西邦 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这个局面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所以我对于这个打虎的前景 到底后最后这个这个虎死水手能不能打死 我其中朋友疑问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 刚才张先生讲到的就是说 习近平的这个打虎呢 就是好像是在水中 在这个被水逆的时候呢 抓住就是手上可以抓到的任何东西 那么我想看看您同不同意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说习近平打虎的话呢 我们看到已经刚才谈到就是像是四川帮呢 石油帮还有政法帮等等 都在落水了都被拉下去 那与此同时呢这个老虎越来越多 那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要对所有的这个权贵 以及利益集团都得把他们给打破呢 那是不是这个志在必得 有这么一个蓝图在心中 还是像刚才张先生一样 他是在危机之中呢 是采取这个可以采取的方式来进行自救自保 我觉得习近平的反腐怕 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党的这个权益 如果有这个根本出发点的话 我们对到他的反腐怕是不可能有信心 也不可能应该有给予他高度的评价 也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情景 为什么呢 因为党本身就是腐败的 因为党在中国无论是他的 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各个组织的这个存在 各个组织的存在 还是他在整个运行过程中间都是非法的 那么你让这么一个非法的组织去消灭所谓的这个老虎 他实际上是一个内部情理而已 是个内部派系情理而已 所以我们从圣灵的事情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其实不是圣灵有没有问题 而是这个时候要拉这个圣灵来用一用 为什么拉圣灵来用 因为圣灵它的一部分的涉及的案件是跟三西有关的 而现在中共现在的纪委也好 党的中央也好 就是要开始要打击三西帮 打击三西帮不是说三西比湖南就腐败 或者是比上海就腐败不是的 是因为三西后面有一个大老虎 他们是非得通过这么一种方式 微博的方式把他拉下台 而这个人就是三西在固执起来 最重要的帮助就是令计划 已经大家都认为是薄熙来 实际上薄熙来和周永康后面更重要的力量是令计划 而令计划后面又涉及到整个的中共体制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派系 这个派系是比他自党还最有合理性存在的 中共各个体制内就是更进团判 所以先是收拾这个四传帮 用这个抓四群商人的方式 抓四群官员的方式 然后证明取了这个周永康 现在来围打这个圣林 围打这个金道明 围打这个圣维成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拉下这个令计划 这是我已经反反无讲的 就是说实际上薄熙来事件的这个整个案件 还没有接触 一时到令计划最后面被抓了 那这个事情才会接受下来 才会拉下来 那声明的问题是央级的一个问题 而央级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没有贪污和发展 没有一个人没有乱来的 因为他这么一个超大型的一个企业 掌握了国家的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一个机构 他每一个领导人享受的待遇 我看都不得于世界上这个500强的这个企业老大人 500强的领导人的这个生活待遇 那么他们的归后的程度 那是没办法想象的 即算是按照他们体制内的这种合法的方式 都是极其极其复挂的 所以森林的问题不是他真的有问题 是这个需要 需要拉森林来建台的一个问题 建前的一个问题 好的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 关于华润集团第一把手 宋林落马的这个案件的讨论 现在仍然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参加 希望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接下来就请陕西的黄先生参加节目 黄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好好好 你好 你好请讲 因为对中国的腐败问题啊 毛伟大连秀毛主席都已经讲过 九五年云四冲上井冈山 就是中国要把腐败还掉 只有从上井冈山的决心 重新拿起枪杆进行革命 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光是这样会上讲一讲 组织这样安全集团 那样那样政策 都是不能改变中国的这个命运的 因为中国的民众 是个道德轮上 现在已经升级到 这个人性命运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民是这个样子 国家这个政权啊 虽然江主席啊 有决心把国家搞好 但是呢 他有不有 九五年云四冲上井冈山的 这个决心这个气搏 这个能力 好 谢谢 好 谢谢陕西的黄先生 接下来是河北的薛先生 薛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讨论当中了 请您发言 好 大家好 好 请讲 请讲 听到您了 我是这么想的啊 这个不管是山西邦好 还是山东邦也好 只要是腐败是都应该收 都应该打 但是中国的腐败是个普遍性的 是个制度性的 还是应该从制度上入手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刚才那位先生说 从上井冈山这个观点 我倒不是很同意 因为那还是用共产党的办法来 这是什么 应该还是从民主的方法 来达到这个和谐社会的目的 我就说到这儿 好 谢谢河北的薛先生 张立凡先生 刚才和平先生呢 谈到了这个令计划 关于也就是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令计划的问题 说他有可能是比薄熙来 甚至更为厉害的中共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对手 关于宋林这个案件呢 我们看到一些报道 谈到前中央的这个中纪委的主任 贺国强也有可能 或者说他的儿子叫做贺锦涛 也有可能参与了这个宋林的案件 关于这件事情您了解多少 我不甚了解 就是关于这个华任 因为华任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 中共的这个党产啊 那么这个他在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影响力 也是非常之大 所以这次对于这个华任 就是对宋林这个出手呢 我现在就是在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呢 我们知道就是王岐山 他是相当熟悉 这个金融啊国企啊 这一块的这个 因为以往他的工作的性质 他对经济领域的这套洗钱机制 他比较熟悉 另外呢 他是山西人 所以呢 他对于这个体制内的山西邦 我想他也有相当的了解 那么这个其实在这个 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呢 其实中共的这个中层干部 有非常多的比例 是山西或者山东人 这呢可能跟当初这个所谓南下干部 这个这个层面有关 那么在中央机关来讲 其实那个中职系统 然后国伴系统也有大量的这个山西人 就是在 那么他们也有的呢 就是这种系统的工作人员呢 或者是秘书帮啊 这样一批人 所以现在其实在体制内 就是山西人的这个势力还是很强大的 那么至于您谈到的那位令先生的情况呢 现在说法不一 有的说法呢 说他实际上是跟这个薄熙来有勾兑 那么因为他们同是山西人 同时呢 他们有政治上的交易 那也有另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他其实是和这个周老虎有关系 那么但是呢 那个何和博 就是因为就是说吧 就是周并不支持博 而这个令计划呢 是跟这个博有勾兑 或者是跟这个周有勾兑 那么现在最不可解的一点 就是这个关于令的儿子这个车祸死亡这件事 究竟是谁制造的 这个现在呢 一直是一个疑问 那么到底他跟党内的哪一个派系 发生了冲突 然后出现这样的结果 所以呢 关于这个令的事情 我们我们所能知道的 就是说一个呢 他确实 他是这个掌握这个前任总书记的衣食住行 事无继续的安排 都是他在掌控 那么同时呢 可能他对中办系统也有非常大的控制力 那么后来在这个十八大前夕 对他进行了工作进行了调整 后来把他放在统战部这个位置上 这种安排显然不是原来他计划中所要列取的那个位置 那么实际上对他来讲 也有两种解释 一种说是名声案将了 还有一种解释说是把它放到一个作为一个贤旗 但是呢也许未来还会有作用 所以现在对于令的命运究竟如何 我们现在不能够贸然的下结论 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华人一把手送林落马 这是否意味着山西邦正在遭到习总的火烧 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 一位是安徽的严先生 严先生你好 喂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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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你好 张丽凡先生你好 记得你父亲呢 也是一个反腐败的吉兴峰 在1938年当安徽省财神厅厅的时候 就把前任的这个教育厅厅厅 严您了 这个腐败情况揭露出来了 结果1939年被这个简介石牵坠了 这个对于你的反腐败我也很亲辈 现在的反腐败我感觉到很 这个就是说这句话就是新闻的问题 新闻它没有监督 新闻不能自由 所以这个反腐败我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因为我已经58岁了 今年太多了 如果这个习建民下台的话 下一任还是要反一些人 你知道吧 年年退 他这个腐败是反不稳的 没办法 他就像一个医生样子 自己给自己开刀那是不行的 谢谢 好 谢谢安徽的严先生 严先生也是一位历史学者 对反腐的是相当不抱不看好 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刘先生 刘先生你好 喂 你好 请讲 喂 听到了吗 喂 刘先生能听到 请讲 你好 听到了吗 听到了 我希望这次反腐败能把真正的老虎 苍蝇都抓出来 真正的打倒老虎给苍蝇 最近呢就是在河南那个中纪委 中纪委现在在这个 进行的各地官员都在那堵着 大家都进不去 没办法举报 这个事情先报道一下 好吧 好的 谢谢广东的刘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 那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评论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还想问问您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反腐 那么面对多个这个帮 石油帮 山西帮 还有政法帮等等 这样一些体系 那么它是不是会因此树敌过多 导致中国共产党最后出现这个分裂呢 就所谓讲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当然这个压迫反抗 我们是打着引号的 只有一分半钟时间了 何平先生 对 把一批贪官打下去 另外一批贪官就上来 另外一批贪官就帮助他来巩固这个政权 他的政治逻辑就这样产生的 并不会因为把一批贪官全部干掉了 不是这样 因为他整个体制都是个贪官体制 所以把森林拉掉以后 另外一个人早就想拉到这个位置了 他拉到位置以后 他迅速就控制了这个华人的局面 其他体系里面也是一样的 所以打腐败的斗争 一方面是因为打腐败 另一方面是因为打腐败的尽力权威 另一方面也是利益集团的一个重新调整 那么在这一次中间 媒体现在已经报道了很多 涉及到不仅是这个 这个森林本身的问题 涉及到后面的贺败墙的孩子 胡锦涛 涉及到这个周冰的 周永康的孩子 这个周冰 涉及到这个 这个令计划的这个 这个职子令和安 就涉及的人员很多 但是我觉得最正他所积极的力量 并不是针对这个后卫强案来的 而是针对这个 这个令计划来的 我们如果不相信 未来几个月就会证明这个判断 好的 非常感谢和平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两个话题的讨论 一个是中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由习近平主持 那么这次会议是令人瞩目 令全球瞩目 另外一个话题是 华润的第一把手 宋林倒台是否意味着 山西方现在遭到了整肃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 以及北京的历史学家 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参加节目讨论 也感谢各位观众 听众朋友的参与 好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收听收看 另外时事大家谈节目 已经登陆各社交媒体的平台 希望您能够更直接 更频繁地和我们互动 好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讨论美中间谍战等话题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宇舟 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神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极划方式垂直极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10视频 1011音频